新的学期 学生不是也期末考试结束了吗 现在还没有出成绩 想着今天累补导时间 给学生先拍拍座位 但是我要问一问 其他老师的意见 我所有老师给的意见 就是把座位都动一动 然后之前我们是安排的 一共有三排吧 然后现在想着让他们用两排 就是两个桌对一块 两个桌对一块 一共是两个桌对一块 一共是三十张桌子 一个拍起拍 一个拍拔拍 就是休息簧门 休息簧门 commend you that way 你需要动谁 你需要就上個Hz 不是需要把谁敲开 先把昨天学生考试的卷子 我自己先坐一遍 我坐一遍之后 我现在就有顶了 都知道学生考试的情况了 好 现在选择题是做完了 不难 难就难到第十四题 不过也十四题也不难 因为专题没有讲 我觉得对我们班熊人来说 24题和25题的第二文有点难度 这个还有这个 这个设计到质量守恒定律了 因为这个题的方法没有教给学生 今天下午就是准年的课 今天下午的时候问一下 看学生说的情况怎么样 接下来我要干什么呢 做字表今天要给学生排周围呢 先把他们的周围安排了 然后再让他们往里面做 我不是今天正午还想问学生考的情况吗 刚才上班里面讲了一节课 我问他们能不能考到20分 没有 都没有人回答的 真的是考的好差呀 然后形成化物最多的元素 他们一口同正的答的是养元素 我当时就懵了 课本上的圆化呀 我还让他们复习了一遍呢 这咋就跟给我夫妻的一样 不生气 不生气 不要大声说话 保持好心情 怎么是插进了 没法再插进了 我到底教的什么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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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